但這一件我看了 剛剛我拿在手上有點憂心 那顏色太漂亮了吧 然後 但是它有點輕 我不知道我覺得 顛起來有點輕 很輕 而且它封底 來 我想問一下這怎麼回事 來 你買多久了 這一件 這個我買沒有很久 那個我大概 20年的時候去買的 大概三年前 買多少錢 那時候買的話是 那時候是一個做直播的 他回來台灣因為疫情的關係 台灣人嗎 是 他是台灣人 對 然後他帶回來的這個物件 長年本來都在大陸那邊做 是 他做直播的 翡翠直播 是 然後他 我看到覺得很漂亮 但是他原本的台 那個K台是做得非常的老款 那我不喜歡 我會請他把它拆掉 那問他說這個 是 問他這個石頭 他願意賣多少 對 對 這個觀音 對 那當下我是跟他買 我記得 對... 我家香籤花了十八萬 對 十八萬 他這個裸實拆下來 你有沒有發覺後面有稍微 把它稍微刨切掉 對... 所以變得比較 再薄一點 為什麼我覺得摸... 我覺得墊起來好輕喔 所以我才會有點擔心 就是這樣啊 推筋沒問題 然後鏈子 因為它這是義大利 是屬於那種中空型的 所以也比較輕 現在流行這樣子 因為金太貴太貴了 是 但是翡翠這個貨源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我不清楚耶 因為我當初看到他 有一點挖底的話 我就趕快拿 又拿去再翔前 所以說現在成本的話 我不太記得當初跟他 買的時候這個 關於單純買多少 但是後來 對 整個買起來 大概花了十八萬 十八萬 好 評估一下 請建架 你要... 請建架 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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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有多一些 但是至少應該是天然翡翠 對 這樣的天然翡翠 它就是 它目的把它封底 其實它並不是要遮掩說什麼 這要挖底什麼 這挖底是因為它原來 顏色稍微暗一點 那是油青色 那這是好東西 色也很透 那後面套底的話 然後顯得火光 板光會漂亮一點 當然靜怡它會覺得說 怎麼... 比較輕一點 滿來綿綿 因為假如它是平的 或後面會膨的話 就會比較重一點 因為翡翠的比重是滿高的 不過它這是A貨沒有問題 東西也不錯 所以將來非常有前景的 那像這樣的翡翠 通常 因為您是自己設計的 才會這樣子 這沒人這樣想的 這一般都是小鑽 會想一起去去這樣子 再來有一天要是說 你要轉收出去的話 它比較有機會 放大它的體積嘛 對 放大它的面積 就是說也稍微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就是轉移這個目標 對... 不然人家老看這個北翠 就顯微鏡 一直叮叮 顯得小 顯得薄 你是好像有點... 底部稍微修飾過 它會這樣想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假如說這個東西重新做的話 像鑽石的話 我會建議你後面就開個窗 讓朋友看到說 你這沒有填膠 對啊 所以有稍微一點點修飾 不然好像一段彌彰一樣 這樣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我的建議啦 價錢 就是現在的行情 大約這種東西 就是屬於目前這個行情 那將來 就看需求量 因為其實觀音這種東西 幾乎是不會有獲底 假如說你要學著做這個生意 或改變收藏家 將來可能要跟人家交換 或是要流轉 要流通的話 這個領域來講 我覺得這個可能 有需要再去重新 好好的去把它設計一下 是 好不好 幫它加分 謝謝 對不對 幫它加分 才能幫自己加加 再來就是 紅寶石戒指 這個 這女戒 送女... 還沒有去老婆吧 還沒有 還沒去老婆可以送女朋友 馬上看到這個求婚 就立刻電通 是 這個當初 多久以前買的 這也是跟那個觀音 差不多時間買的 對 二零年的時候 顏色很不錯 對 它很漂亮 你自己來 我問一下喔 你前面兩家都是翡翠 你自己對於 彩色寶石跟翡翠 有沒有比較特殊的偏好 我其實比較偏好翡翠 對啊 因為你卓子收那麼多 但是這個紅寶石 是為什麼會想 要把它買下來呢 當初是覺得說 我收了這麼多翡翠 所以我沒有彩色寶石 漏氣 是不是 面子問題是不是 然後呢 然後我去找了一個 也是開店的朋友 做珠寶店的 對 然後我就看 一眼就看中他 是 對 我覺得他很漂亮 他顏色很正 對 所以我就問他 賣多少這樣子 他要賣多少 朋友喔 自己的朋友喔 他當時是開三十幾萬 但是我後來跟他談一下 他賣我二十五 那麼好殺喔 有沒有一顆拉 這個證書上來說 我看是兩顆拉 這麼大是不是 對 他比較稍微厚一點 他有附證書給我 然後你知道這個台 是銀台嗎 我知道 稍微遮掩一下而已 他說這個需要將來 再修飾得更漂亮一點 明白 因為這麼好的紅寶石 這麼好的紅寶石 你為什麼要講話要笑 聽他開心嗎 真的 對 然後就是說 我覺得把它像這樣一個銀台 旁邊像蘇聯傳 就覺得怪怪的 人家會等筆會去說 這一定不好的東西 可能你也是為了這樣遮眼 怕人家知道啦 是 他應該是看了喜歡 然後當初他就是配銀台 是 這樣價錢可能相對可以 拉低一些 寫入手家也拉低一些 可能省一點費用 對 主要是買這個紅寶石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的想法 沒有 當時就是想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一塊買 就是二十五萬人 是 你希望它是什麼產地的 還是你知道 產地我不太清楚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可以告訴你 好不好 我們來使個 紅寶石戒指 請 見 請見價 二十七萬元 好在地有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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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產地可不可以告訴他一下 這個不錯 它是馬達加斯加的這個 紅寶石 那它是歌曲紅的 而且它是無燒的 無燒的 所以它這個品質 我認為是夠水準 是 夠水準 然後這個火光顏色 什麼都是不錯的 再來就是它是馬達加斯加斯 它就是墨山鼻克 它是這個緬甸不得了 更高 但是我給這個價格 是很合理的 所以說您要花這個錢 到二十七到三十二萬之間 都有可能 才能擁有這樣一個 兩克拉的紅寶石 歌雪紅 這是歌雪紅嗎 是 是 是 因為我說真的 他買到後面 他知道要殺價了 他反而敢跟朋友殺 他當初第一句 他不敢跟那個歐巴桑殺 他現在敢殺了 殺到的就是你的 對 對不對 年紀也比較上來了 有沒有 那時候買的已經都過了十五歲了 臉皮稍微厚一些些了 從側面看應該都滿紅的 是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給媽媽帶呢 給媽媽帶 媽媽喜不喜歡 媽媽她不太敢帶這種 貴重的東西 對 我媽媽沒有在帶飾品 媽媽是 她的職業是 她公務員 公務員 媽媽也還很年輕啊 所以大家講說 公務員帶紅寶石太招搖 可是偏偏兒子就是很會賺錢 又有孝心 那麼年輕 三十歲這些東西 我都四十幾歲了 為什麼沒那麼多耶 是不是 再來這一件 女戒 我覺得你好像都已經 把你之後老婆的求婚戒 結婚賺戒都準備好了 這個是誰的 這個是我媽媽的 媽媽的 就是我媽媽的 媽媽雖然不常帶 但是其實這個是 一份愛的禮物 對 這是當時我 我們家 黃色的耶 對 黃色的 是 你們家 房貸差不多還完的時候 我爸爸 買來送媽媽的 多久以前 這個 快要十年了喔 快要十年還是超過十年 幾乎都沒有帶 快要十年了 對... 幾乎都沒有帶 媽媽就是不喜歡 太白血太糟了 不敢帶 然後但是爸爸為了紀念說 你看你嫁給我 我們打拚這麼多年 房貸也一起還完了 爸爸自己送他 還是爸爸帶媽媽去挑的 他自己偷偷買的 他自己偷偷買的 這在哪裡買的你知道嗎 在哪裡 下面 購物台 購物台啊 對 他的購物台 你看這個 他購物台都會以前 都一個標籤 假如你把它剪掉了 那沒準算 真的喔 你回家慢慢看 看著假如喜歡 你把它剪掉你留下來 假如你不喜歡 你要原封不動的 所以我說 你媽媽從來沒有帶過 對... 是吧 不敢帶 那爸爸會不會很失落 不會啊 不是個禮物啊 是 爸爸花多少錢 知道嗎 他我... 這可以講嗎 不能講嗎 爸爸... 他當初花十六萬 爸爸花十六萬 然後媽媽不知道 爸爸花這些錢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媽媽知道你來上節目嗎 知道 媽媽是來上節目 所以他一定會看這一集 沒有 我如果 狀況不好我就... 你就跟他說 媽我妹妹入城 我妹妹沒有入城 這樣是不是 表示媽媽平常 你在看大群寶家的時候 他可能不知道 他沒有在看 因為他不喜歡 那種東西 但沒有關係 跟媽媽說 你知道 當欣賞嘛 對不對 但是這一個攸關到 爸爸的面子 爸爸購物台有沒有買對呢 我們來試試看 請見價 那因為... 可以看... 這個鑽石 因為這幾年 就是說 這個小鑽 這個黃鑽 它稍微... 它沒有什麼漲 大約這個氛圍這樣 跑來跑去 是 那為什麼給這個價錢 最主要是 這個鑽石 它的進度 算是稍微比較一般般的 我們拍了一個照片 讓各位看一下 好 因為它的面上 你今天假如說 裡面邊邊攪一攪 它就是很明顯的 有一道很大的裂痕 所以它的進度 這應該叫SI2 甚至稍微再低一點 那當然旁邊還有一些晶體 那不要講 我們就以這一道來講 所以說呢 當時 這個就是 因為這種價錢 其實也還好啦 就是說 本來就是這個 反映這個行情 那這幾年 因為像這種黃鑽 其實這個黃鑽 就是說 應該重新再去修飾一下 會顯得更黃 然後一般的黃鑽 都會什麼 它這等級不錯 那旁邊會像在一圈黃鑽 小黃鑽 會顯得更大 那這個當然就是很簡單的 以鑽台的方式去做 這個對 這個所謂的彩色鑽石來講 它並沒有加分的作用 我是就整體來講 大概十五萬是這個價格 是...好 也恭喜爸爸啦 他第一次要買東西 慰繞太太 沒有虧太多 所以我是最擔心這一個 真的 因為那是你爸妹 對 所以你有點怕說 想要他會不會被騙 他後來還有沒有再買這種東西送媽媽 沒有 他都不帶啊 他知道他不帶了 不要啦 我覺得帶媽媽出去玩也可以啦 對不對 然後紀念品有一個就可以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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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